被北檢通緝 我們下面的路有沒有閉緣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接到恐嚇信 才剛開園就收到恐嚇信 通報警察後 園區緊急疏散遊客 這裡是花蓮遠雄海洋公園 有的遊客才剛到 發現大門已經緊閉 這下撲空了 我在外面的人叫做閉館 你們會擔心嗎 不進去就好了 警察仔細搜索 草叢 垃圾桶 置物櫃 統統沒放過 就怕這恐嚇信可是來真的 他其實信件內容非常簡單 他就是說 他在遠雄海洋公園 擺放了幾顆遙控的炸彈 預計會在下午的時間做引爆 不只遠雄海洋公園 就連澎湖水族館也是目標之一 警察一大早就進到園區 大動作搜索 禁止遊客使用洗手間 幸好最後同樣是徐經一場 警方分析祭出恐嚇信的 又是這名中國籍張姓男罐犯 曾在台灣讀書追求女生失敗 有了挫折感 才會用恐嚇性滿足私欲 最常化名為唐澤貴陽 這個惡作劇的行為已經持續兩年 擠出好幾百封的恐嚇性 浪費台灣許多社會資源 目前已將整起案件 遭由刑事局偵辦 三地區旅願歐望於李沛賢 花蓮澎湖 採訪